我们来讨论了一下申请书的写法 申请书内容上的一些要求 申请书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文体 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联系很紧密的 我们学这些我们就用得着的 当然了给大家介绍的是中国的汉语的申请书 它是这个样子的 您也可以比较一下俄语的 就是您在生活当中您看到和写过的申请书 和我们在课堂上介绍的这些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真的非常希望能得到您这方面的信息 有什么相同的您可以说 有什么不一样的您也可以说 随时虽然今天我们申请书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 我们马上要开始一个新的话题 但是如果您对申请书有什么观点和看法的话 随时都可以说好吗 好那我们接下来是什么 大家已经知道了 对这是在网络上找的一篇 这个是这个求职信 当然这是英文的求职信 人家写的是非常的很牛 写得很厉害 求职信 我们申请书求职信 有一个小问题 求职信和普通的信件 它们有哪些相同的和不同的地方 大家都写过书信 也收到过书信 请问大家收到过求职信吗 还没有 等再过几年 大家成为boss之后 是吗 成为老板之后 你们就可以收到求职信了 有中文的 英文的 还有俄语的求职信 求职信和普通的信件 它们有哪些相同和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先从格式上 求职信就是 在格式上 它们应该都是一样的 就好像申请书一样 我们要有这个抬头 要有它的名称 要有这个称呼 有问候 有正文 有结尾 下面还有落款 这些都是一样的 我们重点来看它不一样的地方 这里给大家 总结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看 再想想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写信的目的不同 求职信是更客观的 更注重展示自己的 因为你是想要得到这一份工作 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份工作给你呢 你要把自己好的那方面展示出来 后面也有 也更重视读信人之间的礼节与沟通 那就会更多的要求在语言的使用上 多采用一些禁词啊 多用一些书面的书面语啊 这些 有什么 补充的吗 写求职信的时候 一般是第一次要跟那个人打交 都不太认识对方 是吧 不断信见朋友之间或者什么之间 所以有更多的感情方面的交流 可以有很多的 就是还说普通出现可以不正式一点 对吧 比较随意一些 也是因为互相之间的关系不一 嗯 对是这样 是这样 我感觉在在课堂上 然后我跟大家在交流的时候 我的说话相对来说就比较的随便 不会太太多的去在于说 这个词语一定要使用怎么样 或者是什么样的 如果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朋友 很好的朋友 今天有老朋友还有新朋友过来 如果是我是面对是别的 我不认识的一些老师的话 嗯 我觉得一个 我的状态上也没有今天这么放松 我的语言上也会发生很多的一些变化 写一番就是新牛和很长时间 对因为想要得到这一份工作 他为什么要把这份工作给你 每一个词语你考虑 你要不要写这样还是要改变一下 对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是需要用很大的耐心去好好的写作 好好的修改 书信相对来说花的时间就会短一些 我这里呢 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一个中国的成语故事 毛随自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 毛随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姓毛叫随 这是一个比较老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应该是两千多年前 两千多年前 那个时候是中国的 古代社会是战国时候 战国时候 有一个叫毛随的人 他呢 这是从网上找的图片 当时也没有什么自拍 或者是合影 也不知道究竟长什么样子 这个是 这幅图画当中 这是毛随 这个是他 他是 平原军的时刻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这个是他的老板 他是给他工作的 这是老板 这是老板 对 他是他下面的一名职员 很普通的职员 他到他的手下工作了 就是差不多三年多的时间 他的表现很一般 他的表现很一般 但是他提出了很多要求 比如说 他有的时候会抱怨 我吃的食物不好 我住的房子不好 然后我出门的时候 我要乘公交 我没有自己的车 他都会跟自己的老板抱怨 但是老板人非常好 老板都是满足了他的这些要求 不是现在两千多年前 有一天就是老板 老板要去一个别的国家 去那里 就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要去处理 他呢就是挑选了20个人 他手下的20个人要跟他一起去 他想挑选20个人 他挑选了19个人 那还差一个人 他谁去呢 这时候毛随他就 他就说 你应该选我 应该选我 我跟你去 然后他就有点很奇怪的 就说是 就是您在这工作这么长时间了 当然我们 我们现在说的话 是用现代汉语来表述这个故事 说觉得您这个表现也不怎么样 然后他 他说 他说我的这些才华就好像 那个锥子一样 锥子 上面是尖的 这个呢是 你把它 你平常的时候 没有感觉到 它是多么的突出 但是你要把它放在一个口袋当中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 那个尖就会露出来 是不是 他就讲了 他就用这个故事来 比如说 他平时没有很好的表现 是因为没有得到很多的机会 他觉得现在他的机会来了 他应该好好的去表现一下 施展一下自己的才能 然后他的老板听了他说的这番话呢 就是真的给了他这个机会 也是真的这样 他的 果然表现的是非常的好 他呢就是自己推荐自己 我 你应该用我 我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这个故事呢 就是流传了下来 当然这也是现在的一句成语 我们叫毛随自见 我是感觉 我们的求职信 就是要毛随自见 你要说一说 自己有哪些优势 有哪些特长 有哪些比别人更优秀的地方 让 你想要申请的这个职位的 这些老板或者是经理 让他觉得 应该把这个机会给你 这是最不容易 哦对很不容易 不认识不认识你的人 对对对 对对对 那那关于这个求职信和申请书呢 他们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比如说他们的格式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做 就不再重复的介绍了 更多的不同 就是他的内容上的 我这里也是总结了这样几点 第一个是 求职信要给读信人一个总体的印象 因为他不认识你 不了解你 你需要给他这么一个总体印象 另外一个是内容不要太长 因为他每天要看很多封求职信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重点的内容是 放在这里 你写信的目的是什么 你申请职位是什么 还有你 你的个人简介 你的个人优势 包括你 对这份工作的一份设想 你得到这份工作 你会怎么做 这些 这个五项内容呢 也是 我也是按照这个写作内容的先后顺序 来进行排列的 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 求职信的一开始 我们就应该表明 你写信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要申请这个职位 然后这个是申请的什么职位 也需要写清楚 申请的是教师这个职位 还是行政助理这些职位什么的 接下来你可以 对自己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然后呢 是你的一些特长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做介绍 最下面是你对这份工作的设想 我觉得在他的正文部分 正文部分 应该包括这样五项内容 这样的话 他看到你这封求职信的时候 他就会对你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 虽然很多细节他不太知道 但是他知道你想要申请什么职位 你有什么样的特长 这些最基本的信息 他可以掌握 那这有一个就是小问题 就是你详细的个人情况 怎么样告诉他 在这里写的话 你我不建议 就是写上是很具体的 比如说哪一年 这哪一年 你在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 工资学院工作 怎么样的 这些 在正文部分的时候 你不能写得太详细 也没必要写太详细 但是这些呢 你的一些工作情况 包括你的是上大学时候的一些经历 还是非常的必要的 那这部分内容我们怎么处理呢 就是用附件 对 很好 非常好 我们可以用附件的形式 还可以 这个呢 就是涉及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一项内容 就是个人简历 你可以把你的求职信和个人简历 放在一起 非常详细具体的情况 个人简历上来说 包括你 参加过什么比赛 夺得过什么一些有影响的的 这样一些奖项和名次 你都可以写出来 还包括 比如说您是 出版了什么书 或者是发表了什么文章 个人简历上都可以附上去 非常好 这里是又 强调了一下 那下面呢是 给大家准备了 一篇求职信的饭文 好 we know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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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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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